男人偷偷往井里倒了一罐催情药 这是村子唯一的水源 不知情的村民们如往常般淘米煮茶 结果家家户户全都中招了 整整一天 村子里都充去着撕心裂肺的哄叫声 偏偏男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还冒出来点评道 气急的夫妻俩拿着匕首就朝男人刺去 几个回合下来夫妻俩并不占上风 反倒被男人给欺负惨了 男人名叫牛结石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他调戏寡妇在村民的圣水池里洗澡 拿猪肉从来不给钱 甚至还过分的刨人家祖坟当水里 把人嫌苟厌的事儿全都干了个遍 村里的祖训72条 那他根本没有办法 而这些仅仅是小打小闹 接下来他还干了两件轰动全村的大事儿 原来这个村子已长寿出名 年迈的祖师爷再过两天就要打破长寿记录了 为此村民们想方设法地吊着他的一口气 可众人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 牛结石就悄悄潜入司堂 将烈酒灌入了祖师爷的吊瓶里 这酒还没喝上两口 祖师爷就脖子一歪当场凉凉 村民们怒从心来 将牛结石装入麻袋 一股脑胖揍了一顿 随后又将他从山崖上扔了下去 也就在这时 一辆失控的三轮车迎面驶来 直接撞在了牛结石的身上 好在他人如其名 被众人折腾了一圈 硬是一点事都没有 等他翻山越岭回到村里 祖师爷刚好出遍 只见村民们个个身着黑袍 时不时的垂胸呐喊 就这样 一路将祖师爷抬到了河边 按照村里的规矩 祖师爷死了 他的遗孀必须陪葬 所以年轻的寡妇被推到了河中央 在沉入河底的那一刻 他并没有挣扎 像是早已看透自己的命 此刻 岸边的人正假模假样的哭泣着 紧接着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巴 寡妇竟然一袭白衣的浮上了水面 原来是牛结石将他给抬了上来 还怒斥村民们虚情假意 他就这样 将寡妇带回了祭堂 等寡妇清醒之后 身上的衣服全被人给换了 他警惕地拿着刀出门查看 结果却被满脸是血的牛结石吓晕了过去 实际上 这是牛结石听人说寡妇贫血 这才割破手腕 想帮他补血 第二天一早 寡妇一扇不整地走出祠堂 村民们跟在他的身后指指点点 游七将老婆更是凑上前 仔细闻着他身上的味道 随后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有他开头 其他人开始有样学样 纷纷朝着寡妇拳打脚踢 直到游七将老婆喊停 大家这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为了不败坏长寿镇的名声 他们还是决定从根源入手 直接将牛结石给扇了 广告男偷窥寡妇洗澡 屁股却被人描了个嘴形 只见手臂粗的针管扎下去 男人顿时腾斗扭曲 这也顾不上身上插着针管 转身撒腿就跑 可还没走几步 他就要效发作倒在了地上 村里的女人上前打算直接将男人给扇了 免得他霍霍别人 众人连忙脱了男人的裤子 可眼前的一幕不禁让人惊呼 正当大姐头手握腌珠刀 弯腰准备上手的时候 男人突然醒了过来 一行人顿时扭打在了一起 混乱间女人们反备占了不少便宜 此后牛结石仿佛脱了江的野马 变得越发无所畏惧 最觉得是他竟然将骡子配种用的催情粉倒在了村口的水井里 一时间整个村子仿佛又回到了春天 寡妇也不可避免地喝水了 两人就这样半推半就地走到了一起 隔天大家伙全部聚集在村长家 商量着怎么处理牛结石 一番思索过后 村长决定将牛娃子请回来 牛娃子是村里唯一喝过羊墨水的大学生 现在应该叫他牛医生了 小时候牛结石经常到他家偷东西 被他发现之后 将家里的门窗全部堵死了 全家人就这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他认为牛结石害自己成为了孤儿 便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牛医生一开口就询问 大家都是真心想杀了这个牛结石 是吗 村民们哪见过这么明目张胆说杀人的 连忙摇头否认 那就换个说法 你们是不是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 这下所有人都点头硬核 而牛医生不愧是读过书的 想出的法子也是阴损 他要求所有人配合演戏 给牛结石设立一个巨大的套 第二天 牛结石一如既往地在村里溜达 小找机会捣乱 可村民们就像瘟神一样躲着他 生怕染上怪病 就连一向凶狠的屠夫 看见他之后 连半扇猪肉都不要了 两个小年轻健壮 立马上前帮忙运猪 生怕他搬不动 见他们一个个如此反常 牛结石不禁怀疑 这群人是不是在合伙骗他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专门找了一个女孩 取下对方头上的红绳 戴在手上小屁鞋 可还没等他戴好手链 一向抠门的肉铺老板就叫住他 还给了他一块肉 让他补补身子 实际上猪肉被老板注射了毒药 特地挂在红绳上做了标记 目的就是想要死牛结石 偏偏他不按常理出牌 又拿了另一块猪肉 也缠上了红绳 将两块猪肉绕在一起 转了几圈之后 随即拿走了其中一块 这下老板也不知道 下药的是哪个了 只好将剩下的那块挂了回去 殊不知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猪肉下面流出了一滴白色液体 一连串怪事下来 牛结石开始担忧 害怕自己真得了不治之症 就连和寡妇亲热都提不起兴致 为了证明自己 他找来村里的孩子比赛尿尿 平日里他迎风都能尿三丈 现在却将血给尿湿了 于是他又找来孩子比赛掰手腕 结果村里最小的孩子都能秒赢他 这下牛结石终于相信自己有病了 殊不知 真正的阴谋才刚开始 结婚宴上穷娃子竟掏出一大包金银水里 结果新郎官看着看着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这竟是刨了他家祖坟来送你 一时间场面顿时失去了控制 偏生牛结石还不断的刺激新郎 两人一阵鸡飞狗跳 这时村长适时走出来劝架 再逮着牛结石灌酒 牛结石还以为村民们终于接受自己了 便来者不拒大口喝酒 他喝的是晕头拽下 可村里的众人却清醒得很 为了不丢面子 牛结石使劲灌酒 最终将自己喝晕了过去 这时村里的老中医上前给他把麦 回家后的牛结石对着铜镜 摸着脖子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病入膏肓 隔天夜里天降甘霖 村民们全都光着膀子 在雨中祈福 就连99岁的村长也不厉害 牛结石健壮 想要去去身上的病灶 也脱光衣服加入其中 他在暴雨中 结结实实地淋了一晚上 而其他村民则是轮流替补 不仅会将身子擦拭干净 还有热乎的姜茶驱寒 就这样 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病症 唯有牛结石感染上了风寒 而牛医生也在这时上场了 他给牛结石拍了片子 表面说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可背地里却拿着片子说的身患癌症 牛结石听见之后 彻底失去了生的意志 任命地给自己刷着棺材 就在这时 寡妇突然间怀孕了 为了这个孩子 他决定坚持活下去 得知此事的牛医生决定斩草除根 可村民们却于心不忍 这番话刚好被藏在人群中的寡妇听见 他冷冷地看着众人 知道孩子和牛结石只能活一个 便任命地拿走了桌上的脱胎药 最终还是村里的孩子藏不住事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牛结石 得知真相的牛结石带着一群童子军 一路杀到了会议现场 听到了这群人的勾当 还找到了造假的片子 这下他是真的确信自己没病了 接下来似无是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回到家里 寡妇用手语朝的比划着 我要你活 接着便爬到了房梁上 想要就此了结自己的性命 牛结石见状大声呼喊他下来 最后更是直接跪了下来 我我来我来我来 他眼含热泪 将堕胎药一口一口生吃了下去 随后他颤颤巍巍地爬上楼 朝着周围的村民大喊 第二天牛结石将房门上锁 换了一身最体面的衣服 拖着自己的棺材离开了家门 路上他挨家挨户返还了偷拿的东西 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走了出来 大家眼含泪水仿佛于心不忍 却没有一个人开口挽留 因为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谋杀 最终牛结石找到了一处山洞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八音盒 放在了船顶上 一脸坦然的赴死 就在他走后不久 村长因病去世了 趁着给他送葬的功夫 寡妇带着刚出生的孩子 偷偷离开了村子 而肉铺老板为了答谢医生赶走牛结石 送给了他一块猪肉 但牛一生偏要自己选 而这块刚好含有剧毒 最终他也没能逃过一死 至于其他村民 也在之后的一场大地震中 全军覆没 电影杀生 不仅仅是一群人杀死一条生命这么简单 更多的是封建礼教对破坏者的扼杀 牛结石无拘无束 是封建礼教压制的一个自由体 代表着生机与活力 他尝试着给村子带来生机 他下催行药 让大家诉说心中的暗意 刨人家祖坟 也是因为好东西全在地下 想给穷困潦倒的活人带来生机 而祖师爷活了大半辈子 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 所以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让他快乐离去 牛结石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最终他死了 象征封建礼教的大山 也在一声声悲壮的呐喊中崩塌 好在他的孩子留了下来 这个重获新生的孩子 将会带着新的思想走出大山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